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专家访谈 那么今天我们再次非常开心地 请来了REMAX运亨地产的 资深地产经济 余昊先生 那么在之前的节目中 余昊先生给我们介绍了 有关于房地产补涨的一些原理 那么在之后的节目中 他将跟我们介绍 有关于卖房销售的一些分析 还有现在房屋市场发展的一些迹象等等 你好 余昊 欢迎你 那么今天首先要跟我们介绍的 说的是这个头脑风暴 还有你这个SWAT的一个分析 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SWAT SWAT其实是 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和Threatened的缩写 对 因为我以前是读MBA的 是商科的 所以说这是最普通最普通的一种 Business Analysis的方法 对 这个比如说这个Business的一个分析 那个方法跟我们具体讲一下 如果体现在这个房市方面 我们是怎么样去分析的呢 其实SWAT就是说用中文来说 就是说是优点 所谓的优点 我们Strength和Optility都是 一个是微观 一个是宏观来分析这个优点 Strength是分析房子的 自己所具备的硬件 软件的这些卖点优势 然后Optility是分析市场 这个房子所在的地区 在目前市场上的走势 比如说看的人很多 说买的人很多 需求很多 或者说需求很少 然后反过来 就是Weakness和Threatened Weakness就是说 这个房子自己有的缺点 比如说房子旧 房子屋顶旧 房子需要升级 或者户型不好这些 然后Threatened呢 就是说是威胁 就是说是这个大市场 所具备的这些缺点 比如说最近房子很淡 市场不好 然后还有就是说 最近看的人不多 还有一个就是最主要的 就是说看自己的竞争对手 上市之后竞争对手 厉害不厉害好不好 这些都是就是商科的 SWAT的分析方法 那么我刚才听你这样介绍 我个人理解是这样 你看对不对 就是说当你要卖房的时候 首先静观自己的这个小家 你有什么样的优势 比如说你是不是地板 或者这个顶很高 这样的一个优势 再看你所在的区域 是不是有这个opportunity 你整个的这个区域 是不是很抢手 那么知道了自己的这个优势以后 再看看自己的劣势 同样还是回到这个屋子 看完屋子以后 再回到这个大区域 所以整个是四个方面 都要考虑清楚 可以说是这样子 对 结合宏观和微观的分析方法 来分析这个房子 也是就是说 其实是很多别的产品 或者商科 用到的这个方法 然后把它结合在房子的 和市场的分析上来 然后做到这种 比较灵活的去分析市场 是 其实呢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 这个知词 知笔 百战不殆 我们了解了对方 或了解了自己 我们才可以更好地 把这个房子卖出一个好的价钱 对 好 非常感谢这个余昊 来跟我们介绍 他的这个swat的一个概念 那么在下期节目中呢 他将给我们来介绍的是 这个市场发展的三种形态 我们下周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